风铃草的花语 说到风铃草,它的名字就带有一种十分文艺的气息 给人一种听觉上的享受 不过大家对于风铃草的花语是否了解呢? 风铃草的花语有很多种 根据不同的情况,风铃草所表示的寓意并不相同 风铃草的外观颜色是十分梦幻的紫色,十分的美丽动人 风铃草的第一种花语就是感谢 此时的它适合于赠送给许多人 如果你想要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那么风铃草是集颜值与寓意与一体很适合的选择之一 那么除了感谢之外,风铃草还有一种寓意,那就是忌妒 如果受到了风铃草的祝福 那么这个人自身的占有欲就会变得很强 不管是对于恋人还是朋友,都变得十分霸道 风铃草的外观形状类似于风铃 风吹过时就会发出嘀嘀哒哒的声音 也就好像是一种远方的祝福一般 总结一下风铃草的花语是忌妒、感恩 来自远方的祝福、温柔的爱